好的,我们是刚刚摆成这样的啊,实际上没有经过缝合啊 我们首先呢,来把这个两个小小的触角呢,来给它完善啊 它不能这么挨着的啊,要离开一些 然后我们还会有两个小小的球球啊,和它一起缝合 现在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要给它,看 我们要给它这个,把它那个尖头的那个部分呢,先整理好 同时呢,把那两个小球球,也给它固定住啊 小球球极其简单,由于太小了,所以我们就不用编织的手法来完成了啊 我们直接给它这样绕,看到了吗 绕完之后呢,然后再这样啊,横着绕 看,啊,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跟它粗度啊 相差不太多的这样一个长形的一个球球啊 然后,大家看,我们就直接拿这个针和线呢 在刚刚收口的这个位置啊,给它多缝几下 首先把这根线头固定住 固定住之后呢,大家看,我们有一种横着绕的 所以,它表面呢,会有很多横着的这样的毛线啊 是分散开来的,很容易就脱落 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方向来给它缝合好 你看,上下呢,都做这样的缝合啊 那么它就不会脱落了 也只是局限于咱们的这种毛线啊 可以这样来操作 你要是其他的毛线 会很难看的,对不对 但是这种呢,你所有的缝合痕迹啊 都会被淹没在绒毛里边 看不出来 看 你看,比织的还要好啊 好了,然后呢,我们就要给它 与这个位置呢,相缝合在一起 看到了吗 我们会在它的这个位置啊 加一个,然后底下这儿呢,也加一个 一共是 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这位置呢,还不够圆润啊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呢,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啊 就是稍微的缝合一下它这个地方 就是在它的肩部 让它变得圆润一点啊 要不然就会显得很粗糙 不用特别用力的缝它 只要是你觉得经过了几次的连接 使得它这个地方呢,能够圆了 圆起来了啊 就可以了 单线啊,这些都要用单线来缝合 好,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根针呢 给它转移到这个地方来 看 看到了吗? 转移到这个位置来了啊 就是为了要缝合刚刚的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个 叫什么?小分支 小小的分叉的这个部分 看到了吧 也可以找一下角度啊 尽量让它以一个最好的样式呢来呈现啊 其实这些小细节一定要注意 就比如刚刚我的这个缝线啊 它不小心那个缝住别的地方了 一定要给它 把这个缝线的位置给它调节回来啊 注意了,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分支的这个 这个鹿角的部分啊,必须是转圈的 一整圈的和之前的这个大的鹿角呢 相缝合啊 而不能只是在一个位置缝 那是不可以的啊 因为那样它根本就不会很稳固的 好,完成它之后呢 第二个鹿角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 肯定是按照刚刚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来完成的啊 在这儿 在这个位置啊,也稍微的向上一点啊 这个鹿角呢 肯定要比它主体的这个鹿角稍微的小一点点 细了一点点,看到了吗 我是在手上绕了五下 好,别太粗了 大家有时候发现啊 我并不给这个细针细线这个打结在缝之前 那是因为我在缝第一针和第二针的时候会非常的小心啊 然后 很小心的缝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 按正常的手劲来缝了 只是第一针啊 你要注意它不要跑掉了啊 看缝完底下呢 然后我们就来转过来啊 缝上边这一部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拿来手边的这些东西呢就可以用啊 现在就要把这个部分啊给它缝合好 首先先在底下先缝两下 把这根线先固定住 好了 然后再把它拿过来 我们再正式的缝它啊 还是按照之前啊 我们缝那个第一个那个小球球的方法是一样的 也要在边缘啊一圈儿 都要与这个最长的这一部分呢 就像固定在一起 好吗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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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呢 也是用刚刚这个方法啊 来一起给它完成的 好了 下个视频 我和大家一起来操作啊